今天这期断刀大赛实在太拧巴了 一节钢铁弹簧 非要把它捋直了 一块板正钢匹 就要给它拧够68拳 这样一把珍贵的法师小剑 也难逃被掰弯的命运 回到比赛开头 四位选手将通过三轮淘汰赛 来争夺唯一一个冠军名额 今天的断刀材料是这块5160弹簧钢 材料非常清洁 但节目组不会这么轻易放过大家 听好了 你们今天要做一把古罗马式无所得刀 虽然第一回合只需要做出刀片 但武器整体的参数配置 转轴的方位 之后要怎么斜接刀伴 都要提前想好 这就比做一把普通小刀要难得多 但迎难而上才能迎来突破 第一回合限时三小时 比赛现在开始 大伙拿到弹簧钢 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 就是怎么把它掰直 无论如何 先把它加热吧 将弹簧钢彻底烧制变色以后 就可以上手尝试了 鱼汉的拉指方法很天才 可是这圆筒不太好着力 他怎么也抓不住弹簧钢的心 但其实这个问题很好处理 只要像这样把虎签拧紧 就没问题了 拥有了一块板针的长条缸以后 就该进入锻造环节了 先利用烟压机压平钢材 把它拉伸出刀片的长度 再上高速动力锤 进行一个基础塑形 区分出刀片和刀根的形状后 就可以拿出手锤 精细加工轮廓了 比赛时间过去一半 别人都在热情打铁 阿德忽然冷静下来 回到工作台这边 观摸起了图纸 这是为了检查得到的转轴 是否可以正常运转 毕竟在打孔之后 可就反悔不了了 所以大伙在这一块 都泛满速度抠起了细节 最后一小时 宝宝已经做出刀形 开始去研磨机 触摸刀片 其他几个刀将也 陆续完成作业 简单修行过后 就准备去热处理 这个过程是刀片最脆弱的时候 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性 不是惊喜 就是惊吓 葛汉没等看到结果 约翰就一个手滑 将刀片掉进了脆火油桶 为了拯救刀子 约翰大意领然 将双手进入冷水 准备勇闯热油桶 虽然汉毛烫掉了不少 但好在刀片没事 估计没有一点变形 而且成功脆硬 约翰总算松了一口气 等到其他三人完成碎火 熟人比赛也接近尾声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评委 首先来看约翰的刀 刀片形式没问题 打磨也很光滑 但这个转轴孔太细了 要想稳定运转 之后还需要扩宽一下 接着来看鲍勃的刀 这形状相当的轻微 但这错位的刀根与刀片 可能会导致刀柄安装困难 阿德的刀形也很不错 近看更是细节满满 但刀根这夸张的曲线 并不适合藏身在 折叠刀的刀柄之中 如果没能全部包裹 可能会扎到使用者的手 再来看安顿的刀 韧形轮廓十分经典 但这个无刃部分的厚度分配 十分不可选 对一把无锁折刀来说 刀片底部应该比 刀尖更厚才能顺畅开合 如果他按这个厚度走向 制作刀吧 那时的刀片将会难以倒折回去 这就不能算是一把折叠刀了 出于这一原因 安东遗憾淘汰 其余三人进入第二回合 现在是时候给刀片加装一个手柄了 也就是三小时比赛时间 各位刀将继续加油吧 即使开始以后 几个刀将都回到工作台 深入研究起了图纸 鲍勃最先开悟 在米卡塔材料板上 画出摄影条后就直接开工 老将做事就是心理有谱 很快他就做出了一个 严丝合缝的手柄 但他组装全程只用胶水 没用销钉 这样真的能固定出一把刀吗 阿德这边就比较保守 为了确保万无意识 他先做了个纸模出来 反复尝试几种外形 才逐渐确定了自己的前进路线 按照纸模做出手柄后 他发现刀跟还有点偏斜 无法完美轻入手柄 所以阿德大胆出手 想用锤头矫正一下刀跟 全没想到瞬间翻车 还好这不是刀剑 否则你小子就可以直接退赛了 隔壁约翰是个实践派 脑子里有了初步方案后 他直接上手加工 把两个饼片和刀片 组装到一起后 再用研磨机磨掉多余的销定 就去给刀开刃了 最后再反复调试几次 尽可能增强折刀的灵活性与舒适度 第二回合倒计时 如期结束 三位脑将收起折刀 准备迎接严苛的性能测试 评委的墨语时间结束 尼尔森出列 首先给大家带来强度测试 谁的刀能挺过 刀片边缘有几个地方发生卷刃 经过敲打后 刀根还出现了一点偏移 勉强通过测试 接下来爆磨准备 由于手笔没有锚钉连接 这把刀被敲了两下 就直接散架了 虽然刀片挺结实 但这个刀柄实在太拉了 评委不忍气说 还是来看看最后一位的表现吧 约翰这把刀外形平平无奇 看着也不太扛燥 这把折叠刀的手柄太窄 固定装置不够稳固 不仅伤到了平尾的手 刀刃自身受损也比较严重 鱼汉也是吓得不敢吭声 就差在胸前画十字了 虽然问题很多 但都不严重 所以三人有机会进入下雨轮锋利度测试 狗格出场 阿德再次准备 刀片十分锋利 亲哥火腿十分顺畅 表现不错 再来看鲍勃的表现 又一只火腿被妥占图里 这把刀还是很快的 只是由于这个手柄之前散架过一回 狗格必须用力握着才能使用 最后轮到约翰 尽管刃口有损伤 但切割起来毫无压力 只是有一点没根不足 就是这个刀轴已经完全松了有点小遗憾 到目前为止 两轮测试全部结束 三把刀虽然各有各的缺点 但性能表现均衡 因为得回到小黑屋 仔细考虑一下淘汰人选 大火的纠结 主要集中在两把刀身上 约翰的刀轴出现了松动 在测试过程还反映到了使用者 尼尔森对此已经很大 鲍勃的刀组合没问题 虽然手柄脱落 但狗格认为这并不致命 而且他真的很喜欢这把刀的手感 组合平定之下 还是已经出现了安全问题更加严峻 所以本回和约翰已看出局 鲍勃和阿德成功来到最终决赛 等待两人的终于挑战是一把法国小剑 它起源于18世纪 是双刃常见的进阶版本 二者同样拥有锋利的三角形刀刃 轻爆而致命 可以做出快速精准的图刺 在当时是权贵的象征 全力游戏中艾利亚使用的缝衣针 也是这种小剑的变主 创造要求 刃常见于76到81英寸 刀片双面开刃 要做出三一槽设计 刀柄包含剑环 剑格和云头底座三部分 每人各有五天时间完成挑战 谁能从节目组那里抛到一万美刀羊毛 我们继续往下看 爆爆回到老家的第一天 直接拿出一打钢板 把它们焊在一起 打算制作大马仕格钢皮 将多层钢皮融合以后 他还打算骗点花样 将钢皮融拧成了麻花 再重新用动力车压扁 这样做出的神秘刀具 就会有独特的刀纹浮浅在表面 等到准备工作都已做好 就可以开始赚刀了 两天时间过去 爆爆的刀片基本成型 但刚要精细加工 却发现刀片表面出现了几道裂口 这种状况对于大马仕格作品来说 绝对是致命打击 如果要原地修复 会破坏刀片纹路的完整性 而且也难以保证能修复成功 从头再来又太亏 可是到如今 时间所生不多 不乐反攻也别无他法 爆爆只好启动放暗闭 把材料换成5160单层钢 继续锻造 单层钢的锻造对他来说 只是小菜一碟 但由于刀片细长 热处理期间很容易变弯 爆爆也是运气不太好 这次脆火直接把刀片完成了这样 最初完美的爆爆直接把刀掰断 打算在最后一天时间里 极限挑战锻造出一整把刀 我们只能出的好运 再来看隔壁阿德的进程 他这场子虽然拥挤了点 但武脏俱全 这边用动力锤把刚才敲扁后 转手就可以上铁栈开始打铁 但手工断打总归还是有一定无差 而且刀片越细长 越容易受力弯曲 他必须随时停下来调整 就这样直到比赛时间过半 他才做好刀片 完成了热处理 还好刀片硬化十分顺利 也没有出现扁形 接下来就可以放心去制作手柄 阿德又忙活了两天 就准备好了全部手柄配件 将它们组装到一起后 一把精致小剑顺利降生 接下来就可以回到比赛现场 检验一下它的实力了 鲍勃的剑形质标准 出手这部分还是很有质感的 阿德的武器主体采用弹簧钢制程 在手柄方面也更加用心 两把剑各有所超 不知在性能方面会有多少差距 接下来就进入杀戮测试 有请狗哥登场 阿德的武器先来挑战 狗哥全程没有什么大动作 但假人身上已是千疮百孔 这就是优雅而致命的法式小剑 阿德的手艺不错 接着来看鲍勃的表现 刀剑十分锋利 优秀的重量平衡 让这把剑推拉起来也十分顺手 狗哥表示很满意 杀伤力方面没有问题 再来看看武器的结构强度如何 遇到大师尼尔森上线 阿德先准备 这一套过程对作者来说实在太不友好了 好在最后有镜无险 刀片依然保持笔直 没有一点变形 下面压力给刀爆破 老头活到现在 上一色这么紧张 还是在结婚的时候 好消息是小剑没有冲断 坏消息是 这一套片年纪轻轻就一把年纪 就算身子骨依然硬朗 但腰是再也直不起来了 最后进入锋利度测试 大贝克初上 首先拿起阿德的武器 这是小杀人 手绳最顺利的一次 武器锋利度没问题 但手柄出现了冲动 令精准度受到影响 对手出现失误 这是个拉开插局的好机会 最后来看看鲍勃能否绝处红针 刀片还是很锋利的 但这个偏移的刀尖 实在太影响准途了 出手能不能集中全靠运气 这就违背了这种武器的设计初衷 所以胜负已定 爆破刀刀由于变形严重 一看出局 最后我们恭喜阿德获得本期比赛 冠军